幻想无数部多整个 大家好 我是浪记 大家好 我是Lak 对 你要学会机场主题 OK 今天呢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期 叫做实战点评节目 很多兄弟呢 可能很久没看到我了 对对 尤其是我们YouTube上的兄弟 说浪哥 你结了婚生的小孩 是不是就不管我们了 不教我们了 没有 对吧 你问一下Lak 是不是天天在教学 对对吧 天天在教学 要上课 关系什么 你不来成都 你不来线下 不来找我 你就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OK 废话不多说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Lak Lak呢 是最早是一个 我的抖音直播的一个 对对对 然后连麦 对吧 然后如果你关注我抖音直播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往小龙不浪了 然后呢 之前可能有知道他的 他的那个微信 网名叫土了 土了 土了 然后呢 我开始的时候 我认为Lak你就是跟那些 喜欢吹牛逼的一些粉丝 对对对对 因为太多了嘛 说Lak 我来找你 对吧 Lak 我决定了 我要给你干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当然呢 我开始以为是他吹牛逼的 后面呢 我们就出了三亚 三亚 相处了两三天 Lak呢觉得还可以 于是呢 就来公司 加入了我们 报名了这个工作门徒 在这个正式进入这个 我们今天点击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说 来了三亚过后 到重新过一种新的生活 来到成都 一个朋友都没有 所有的都要从头开始 包括住宿啊 都要重新去找 对吧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我是 首先我就说一下嘛 就是关注到这个 我是从15年 我就关注了 然后我当时觉得 就是在网上看到 你们说不断的去拔妹 有这么神奇吗 所以第一次把他带回家 我当时我觉得 有一点点吹牛逼的成分 但自从我学习了这个课程 那确实是没有 反正就是要 按照你的意思去来 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为什么能不能要 过这样的生活 你看这是很大的问题 你对别人的这个信息 接收能力和感染能力 要提升的 对不对 我问你的问题是 你到你来到三亚 对吧 后面决定来成都 一个新的城市 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很多人其实是 做不到这个事情 对吧 你为什么做出了这个决定 首先我是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拔妹 我在部队里面 也经历过很多 也吃过很多苦 反正我就觉得 在当今这个社会 是试着生存 不管你到哪个环境 都是要适应这个环境 融入这个环境 其实你想要来还是最主要的 还是喜欢 对 对吧 热爱 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来了过后 也是断断续续的 从十月份 到现在已经 2024年了 大概有一个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时间 你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 因为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待在这里 我能看到我以前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我认识咱们的兄弟们 来自五湖四海 对 每个行各业都有 而且有很多他不乏那种 条件非常好 对 原来你的层次 你根本不可能 跟这样子接触到 而且就算接触到了 他也不可能跟你交朋友 对 甚至话也不可能跟你说 也不会坐下来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一起玩 但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对吧 这些五湖四海 看似了这个兄弟 条件非常好的 是来学把门 来冲着我来的 但是实际上 接触下来呢 你平时每天玩家 带他们去实战 对 自然而然 你的眼界就宽阔了 对 认识的朋友也多了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我们这里和其他的工作 最不大 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你的把妹就是你的工作 对 每天都很快 对吧 第二个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跟随我们 去到全国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吧 就是 就用你刚刚说的话 原来 纯白嫖 对吧 白嫖 现象 白嫖 长白山 白嫖 可可多喊 课程 课程 白嫖 课程 白嫖 白嫖 这个我们正马上要去和睦了 白嫖和睦 用NAC的话就说 交的几万块钱的 大几万的 这个门兔费 早就他妈赚回来了 对对 对吧 所以说呢 如果屏幕面前在打广告 屏幕面前的 你兄弟呢 想热爱这个行业 想要加入到我们 愿意花半年一年 甚至一年两年时间 去经历一种新的人生 新的生活 我们现在又是重新出发的一个姿态 我们也是广纳贤士 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的下一个十大导师 对吧 大家全世界各地的很多兄弟 你们要毕业了 你们在困惑 在迷茫的时候 为什么不来选择过一种新的生活 来代替你每天在家里躺着 或者说你每天过的生活 千篇一律 无所事事 没有意义 对吧 用过一两年的时间 我们一辈子很长 对对对 就算你以后不干这个行业了 但是这份人生经历 我认为是非常 宝贵的 对啊 宝贵的 就比如说那可 有一天可能你也会结婚生子 对吧 也可能以后你也功成名就了 你也赚到了钱了 你也不做这个行业了 但是我们就算 这短短的两个月 这个生活 我觉得一定会影响你的 对对对 对吧 就是说它太精彩了 对 然后接触的人太多了 我是统计了一下 就是我把了 有结果的是有到现在为止 刚好是35个 35个 这几天带他们去线下又有没有 又有把没 他就反正坐在我旁边 就赖着不走 你照顾学员他也看着 对反正他也看着 他就是赖着不走 他是第一次第二次见面 这之前没有搞定的吗 是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对赖着不走 就是赖着不走 为啥赖着不走 反正就是觉得我这个人 能给他很高的一个情绪价值 大家都喜欢我 大家喜欢你 那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些许的进步 三十五个 两个月三十五个 对 两个多月 就两个月 十月到十一月一个月 十一月到三个月 三个月三个月三十五个 平均两天半一个 对对对 身体还好吗 身体还行 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不教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 我教了 我教了 只是很多被晚上的人给我禁了 我教了很多了 有没有锻炼身家 包括我让他去健身 对对对 其实他把妹的镜头就是什么 健身 对对对 因为身体藏不住了 对 确实你看不仅是和女孩子愉快玩耍 对吧 更重要的是你晚上你要喝酒 表夜 对 第二天还要工作 对吧 还要和女孩子玩耍 还要拼命的玩耍 你给我举个例子 很多新第一次认识的女孩子 我们之前没有没有过这样的亲密关系 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 有可能还不是一次两次 有可能一晚上 三次四次 都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你这样子两三天就来一次三次四次 你这个身体真的是很难 很难量 所以说要节制 现在这次的节目 我们就是来告诉大家 一个在数量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的兄弟 在面对质量阶层的提升的时候 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 这次的节目 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你质量 有可能你作为粉丝 作为学员 甚至作为助理导师 你觉得哇 两三个月 三十五个 对吧 半年时间就所谓的百人展 多牛逼 但实际上只有我们看 我们这种人看到 我们觉得是四个字不值一提 对对 对吧 很多你那些女生看的都在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因为正因为 网上很多说明都不知道 我就说句实话 那可 你这样的情况已经秒杀 YouTube上95%的什么所谓的实战导师了 包括什么乌龟啊 缩头啊 这类的 我觉得你已经比他们厉害了 就是这个效率 这个数量 但是在我看来 你自己也知道 我知道 非常差劲 对对对 对不对嘛 对 就非常差劲 那么为什么很差劲呢 来我们跟随我们的镜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介绍一下嘛 这个女生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女生是在我在春夕路 厢兵广场那里嘛 就搭讪的 然后当时她是 我看她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而且又高 又是大长腿 现在删你了没有 没删我 没删你 长得怎么样 长得 有照片吗 我看一下 哦 她头像有的 录有什么 头像来 头像来 我想一下车膜 我找你还备注车膜呢 所以说这个就是问题 你跟一个女生 他妈备注的车膜 就犹如女人给你备注 比如说你看宾利的 她备注你宾利哥 你看法拉利的 她备注你法拉利哥 对 知道吧 来 试她吗 你看 这个就是她 我觉得她这个脸 我操很假的 但是呢 过了去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 一般我们卡座上面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平均水平 你觉得非常漂亮 就是平均水平 就属于是那种 我不会一来就 要把她带走 就没有这么大的欲望 但是她这样 赖着不走 也勉为其难 就这种 对于你而言 非常漂亮 我相信这种 对于我们所有的 屏幕面的很多兄弟 包括网上街 秦阐博主 都是 很不错的 但是呢 我们的要求 就是这种 只是 就是备胎选择 好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白 要知晓一下 我们对待女生的 一些平凡标准 不然 大家都是交把妹 都是泡妞 但是有些人泡的是 凤姐 福音姐姐 对吧 甚至之前我看 那个乌龟搭讪 问那个女孩子 有没有被加过 联系方式 女生说 从来没有 你这个锤 大象一样出 你肯定没有 谁 谁 眼瞎了 去搭讪这种 只有我们乌龟搭讪 你去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同样是情感导师 你只要认识的 女孩子质量不一样 其实层次 差别非常大 对 说你们一定要学会 争辩 我看下 这还可以 但是呢 这女生 我告诉你 全脸整容 对 我告诉你 她这个 鼻子 一定是那个的 下巴 要么是甲底 要么打了针 然后这个嘴唇 一定是打了针 微笑唇 额头一定是打了针的 懂了吧 眼睛的话 双眼皮 我看不出来 但是呢 眼睫毛 眼的这个睫毛是假的 戴的美瞳 看到没有 是假的 说你们做一个男人 你们在看这个女生 说一定要分辨 全是什么 科技产品 那么女人 用科技来包装自己 你干嘛 你也得学会 对 对不对 胸是真的 对吧 身材也是管你的 不是肥猪头 对吧 你看女孩子 就大家会觉得很不错 我做电商的 做电商 一开始的时候 对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坐姿 你看你的坐姿 你东张西望 这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呢 你看这个女生的坐姿 就这样的 全在一团 就跟他妈相亲一样 所以说呢 一来女生这个坐姿 嗯 她就不是一个被撩的坐姿 哦哦 防备心 太强了 防备心很强 不自然 不放松 不轻松 撩妹之前 先让女生放松轻松 嗯 什么意思 才开始的时候 要跟她开玩笑 打趣 嗯 当你发现女生是做这样的 嗯 这种肢体的时候 你要开玩笑 你说你是来相亲的吗 今天 嗯 你放松一点吧 就像你现在在那里跟我采访 你很紧张 很僵硬 嗯 我告诉你 女人只要一紧张 一僵硬 她的肢体像这样 全说在这里的话 她是一定不愿意去吐露心扉的 嗯 你别啊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你想一下 你能够搞定的那些女生 35个这些女孩子 出来接你的时候 会全说一团在那里 不会 她们会怎么样呢 她们是很放松 跟我相处很开心 那对了嘛 嗯 说这个是问题啊 今天教你 就是教你这个东西啊 我当时我想 哎 我要不要这个女生 要不要特殊对待 啊 于是你就他妈叫她出来 是这个在这里正经未做 他妈喝个 啊 说个围炉煮茶 这个就是错的 嗯 嗯 懂了吧 你把女人架在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你的思维 认为这个女生是高分 嗯 是正妹 我要区别对待 我要 我要很友善的对她 我要很很很很严肃的对她 嗯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已经把你上身到了一个 我要他妈的尊敬尊重的 嗯 啊 这样子一个一个地位 那么女孩子来的时候 看你的这种所有的感觉 营造出来的感觉 她就会变成这样子 嗯 很具体 因为很简单 你很尊重她 她在那吊儿郎当的 她反而她也是 比如说很简单 你觉得浪哥是大神 嗯 对吧 你过来 一来说浪哥 这个我是你十年粉丝 嗯 就算我是个很随和的人 我也会他妈再来奥一个 我说 做 哈哈哈哈 对吧 一样的道理 对对吗 对对 就是本男一来 你说浪哥 我操什么 又变帅了 嗯 这个时候我就说 哎 说你也啥喜欢 我就会跟你友善说 嗯 但是你一来 你往那一站 你说浪哥 我十年老粉丝 嗯 我说那就做嘛 看到没有 我的态度一下就变了 嗯 为啥 就是因为你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 你对待她的方式出了问题 嗯 对待正妹 也要跟对待表示妹子 对待你搞得定的妹子 一样 嗯 做嘛 学院做嘛 对 你又没有看我的 你回去 把YouTube上再去看一下 我是多么的方式 是啊 我做电商的 哦 做电商 我之前好像看到你 嗯 车磨是吧 出车展 你看到没有 你很傻屌 嗯 你一来就说 这个女孩子 啊 是车磨 或者怎么样 你这女生听到 嗯 这句话 她是什么反应 她在填我 不是 就 就相当于 你今天 你开了一辆法拉利 啊 一个女人坐在你对面 说哎 我看你开了一辆法拉利 你傻屌 啊 嗯 你会觉得这个 很酷 嗯 嗯 觉得这个人 他妈的傻屌 哦 比如说女人在 就是这样子说啊 说你是不是开法拉利的 你说法拉利怎么样 嗯 你赞美女人 车磨啊 说她网红 说她模特 说她 空姐 嗯 所有的女人都会这样子 嗯 就只有屌丝男人 低层次的男人 傻屌男人才会这样称呼女生 嗯 嗯 那我我会干嘛呢 我不提她的工作 嗯 她天拍照 我会说 我说 我说 霍超 你的工作 他妈很辛苦啊 嗯 我说 我认识很多你们的同行 嗯 有一个女生 她给我说 她一天要拍三百九衣服 嗯 那个 她那个 那个人说 我们就是这么辛苦 嗯 看到没有朋友 这样了解 嗯 对吧 那她 她是不是模特 她是模特上拍照的 对不对 嗯 我说 噢 他们你们去那个 车展的时候 你们一天站五个小时 嗯 那女生马上就说 哎呀 也不是了 我们站半个小时 会回去休息 嗯 我说对 我说之前 认识个女生 就是 嗯 对吧 你们后面一个这么宽的 有一个 嗯 一个 你叫 向道 啊 展厅后面 啊 抓你吃盒饭吃泡面 啊 我说我 第一次去都傻眼了 啊 你看你聊这些东西 那女生觉得什么 卧槽你了解 啊 你周围的所有女人都是模特 都是他妈的 空姐 都是他妈的正妹 都是网红 嗯 那这个女孩子在你面前 就你妈的 低我一等 不是低你等 就她不会 呃 认为她是模特 而显得高你一等 嗯 嗯 她会觉得你呢 你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嗯 懂吧 你不是那种 你都见怪不怪了 不是那种他妈没见过世面 嗯 所以说呢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很多他妈的聊天 暴露出你没见过世面 嗯 嗯 你没有接触过这样的 都没有 嗯 那么怎么做 我告诉你 开始的时候 包括屏幕面 很多兄弟 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嗯 你一来一去 啊 有空城啊 护士啊 车模啊 老师 嗯 你会有一种 职业的光辉在 嗯 这是怎么办的 认识10个 嗯 认识20个 我们能够交朋友 能够愉快玩耍 啊 愉快玩耍20个 嗯 没问题 嗯 对不对 很多兄弟他搞不明白 周大哥你这样子 交渣男 交朋友 还是交渣男 对不对 嗯 这些 模特女生 她也是女生 她也需要男人 嗯 对不对 现在很多女的 她妈的 找那些老男人 给钱 养她 生活 给她买车买房 但是他们也需要 年轻的快乐 小野轻的快乐 他们也喜欢的 对吧 不是渣男 上去做一妇女用品 去满足女孩子 但是这个问题来了 嗯 你最大问题是这种 经历太少 对 女生多接触 啊 以后是这样的 你知道小 小混混 小流氓 怎么撩妹 撩真妹吗 一是同仁 啊 你是真妹 你付加千金 来了过后 一样跟我去吃麻辣汤 啊 这个 游流到你香莱尔 礼服了 我也不管 对吧 那些小混混懂不起 嗯嗯 对不对 我原来初中生 我初中的时候 我那些小混混 喵妹 凶得很 那些人全都是这样子的 嗯 那女的一双丝袜 一千块钱 就给别人撕了 对不对 无所谓嘛 对吧 我又不懂 是吧 以后你就这样子 嗯嗯 就是看到这妹 你当她什么 普通妹子 你当她是傻逼 你拍她开玩笑 嗯 懂不懂 懂啊 这个是第一步 来继续来 还有就是不要去给别人脸上贴金 车模是吧 出车展 那个是我对我 18岁就出来做博客了 然后 那个只能说是一份兴趣 然后随便 没有 就不是就是一份工作 啊 就是要把你当一个工作的话 嗯 不太青春犯 啊 对对对 所以还是 还是要靠才华 好 你看看你最大的问题 嗯 这个就是你在这里就跟我有一不同之处了 这个女生她说什么 她说她18岁出来 嗯 做个监职 啊 震惊的 嗯 也不是什么震惊工作 对 我告诉你 她背后表达的情况是什么 是她家境贫穷 哦 她18岁就出来 他妈的讨生活 嗯 做监职 为什么又要赚钱 啊 如果家里有钱 他妈她会18岁出来吗 不会 那对了呀 那么通过她这个聊天 你就可以判断她一个生活状态 嗯 她的聊天 你的目的是通过她的聊天 要学会去读懂她去了解她 甚至了解到她之前的过往的经历 你才能明白她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跟她过往是息息相关的 嗯 但你你这个经验太少 但是这个第一个是不重要的 嗯 就说对对对她她过得再不好 再没有钱 不收回我 认为你现在 对吧 嗯 但是你以后要提升的时候 你得要从她的治理行间去挖掘信息 嗯嗯 懂不懂 那最重要的 我不是说这个问题 最重要你的问题是 我俩的不同之处是 我说了某一个问题过后 女人是不是要表达表达表达她的观点 她说我18岁出来 也不是一个政经 也不是一个什么工作 就是一个兼职啊 这样子 你的最大问题是 你就在那恩恩点头 嗯 但是我要对她的说的话 进行评论 或者是深入的了解 或者是从我问的这句话中间 来挖掘出来我想要的信息 或者是说我从通过跟她的对话 来升高我们的关系 就是说她说这个话 是你进攻的 嗯 很好的方式 就比如说很简单 你去打拳的时候 嗯 对吧 我们是要试探 对不对 开始的时候是试探 嗯 你试探过她开始打连招 嗯 打完连招 你得看完连招 或你得干她呀 对 打她弱点 对呀 但是你现在问题是 她打完连招 你就哦哦哦 好的 就这样子坐在那看 嗯 你就没在打拳嘛 对不对 没抓住机会嘛 嗯 她说她18岁 她又很那个自己出来 又不算什么正式工作 她开始要侃侃而谈 这是你在干嘛 你说哇 你18岁就出来了呀 嗯 哇 这个很独立 很独立 对不对 变相打牙 不是打牙 她妈夸奖她了 而是打牙了 认同 嗯 你老子是问你妈打牙的鸡巴 你要干她 你怎么打牙她呢 嗯 认同她 嗯 让她觉得 你活在她的她妈的肺里面 哦 哦 你就是她老子里面的一条区 她妈她想的什么东西你就知道 那女人她会觉得我们是同类 哦 懂不懂 你说我18岁出来 你说我也是 我18岁出来当兵 嗯 对不对 我说女孩很辛苦 她都是很辛苦 对不对 就说你这样讲 女生会觉得 噢 妈妈我们是一类人了 我经历的事情 你都懂得起 她愿意跟你聊天了 嗯 懂不懂 但是你知道哦哦哦哦 你你老子空空无言 女人说的话你抓不住话 这是问题 懂不懂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先学会多听女生说话 然后被逼迫自己 在接下来跟正面聊天的时候 女人说什么话题 你就接什么话题 你别有自己的想法 她说我前两天 我去和木华学了 你不懂华学 你就说和木华学 你就问她 她说我们几个闺蜜 我们要去做死判 我们去泡温泉 我们去去去讲治 你都听不懂 你说挺有意思的 你说你现在女孩子 都喜欢做这些吗 嗯围绕她的话展开 嗯 而不是哦哦哦 哦完了不后 她说她没话说 你又问下一个问题 那你怎么不做模特了 这不是就她变成 一问一答模式了吗 嗯 就变成相亲模式了吗 对吧 真正的撩妹模式是 哎我看你 就 平时也很辛苦啊 你天天 去什么的 这个站岗 嗯 去车展站岗 你说跟宝爱一样站了 你知道开玩笑嘛 对不对 这你得会啊 很多人会觉得 你们 你们是模特儿 但我就认为你跟我们 我当兵的时候 在门口站岗没有区别 一站就站五个小时 站五个小时 还要呆着厚厚的装 很辛苦 对吧 穿的衣服很厚重 要不然就穿的很少 走不住上面 走不住下面 你这样子聊 卧槽女生觉得卧槽 有趣 对 对不对 有趣好玩 好 你看你这聊天才20秒 我可以跟你讲这么多东西 你犯了错误 嗯 你该做的思路 什么意思 实战派 懂了吧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他聊完那些东西 你要跟他认同 对吧 你外面也很辛苦 对吧 你说但是呢 你看一下 你说 我很喜欢独立的女生 表示自己的 嗯 对不对 很多时候很多兄弟 他就是 不敢表述自己的感想 明明喜欢一个女生 想干一个女生 他不敢说猥琐 这个时候你正好就说 爱你 你有独立的女生 我很喜欢 对不对 总比 女人他妈的 啥都没干 你突然说一句 我好喜欢你 我好爱你 嗯 女人会觉得 卧槽 你妈的烂情 对不对 很肤浅 对吧 但是 你跟女人聊得这么深入 你突然来就觉得 哇 你好独立啊 嗯 有点被你所吸引到 女人会觉得 卧槽是我的努力 嗯 对不对 她会觉得她费尽心思 聊这些东西 让你吸引了你 她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就你是个屌尸 无所谓 嗯 她通过自己的成就感 吸引了你 本来你原本是不喜欢她的 现在喜欢她了 她就觉得自己靠谱 今天出来有意义 又多了一个备胎 又多了个粉丝 对不对 第一步一定是这样子的 后面 我们再从备胎 慢慢转正 再从粉丝 让她成为你的粉丝 再慢慢干 这是后面 这是一开始 你要让女生觉得 她通过了努力 她通过了对话 她通过描述自己的东西 来对你产生的吸引 对吧 她吸引力 你喜欢她是有原因的 不是因为她奶子大 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 不是因为她屁股翘 不是因为你想操她 而是因为她很独立 她18岁就出来 这份经历 你很欣赏 嗯 等不等 等了 那么女人就会觉得 嗯 这是靠谱的 对吧 但实际上情况 你可能就是看到她 就想干她 跟她妈18岁 就做模特 也毛关系的 但是你要让女人觉得 你是欣赏她的人 而不是想干她 对不对 这关键是你说句实话 你天天都 天天两天干一个 你其实出来跟这种正妹 接触聊天 也不是就只为了干她 还是为了跟她相处了解 做朋友 对对对 对不对吗 想要是我们周围这样的朋友 更多一点 其实你本来就不是想干她 你聊出来 你更不能想死要干她 嗯 好不好 暴露需求感 也不是暴露需求感 这个不存在暴露需求感 那你说我很欣赏你 这是不是暴露需求感的 对不对 这个也算暴露需求感 只是你要有技巧 有方式的去认同 对吧 不要像天狗 对吧 谈言之有误 对吧 来继续来 还是要靠才华 嗯 还是长此有误 还是要靠 嗯嗯 是的 那你平时许不喜欢去旅游的吗 相亲他妈是聊天 先问她做什么工作的 说完过后 一句他妈的回复都没有 一句针对她的聊天 开启的话题 深入的话题 发生的话题都没有 马上又下一个问题 你平时需不需要去旅游 这是什么 相亲是聊天 嗯 就是准备五个问题 问女人问完收工 那女人他妈下次给你出来干嘛呢 你他妈出来是问问题的 还是教我这个朋友的 最大的问题 你现在没有学会去关心这个女人 你只关心自己 啊 你是你只想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们出来把妹 嗯 尤其是跟那种正妹啊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说的每一句话 嗯 每一个行为 四个字 啊 叫做 四季而动 四季而动 就是我每一句话 比如说我说了这句话 我接下来往往会说另外三句话 嗯 但是面对所有的这些正妹啊 好看的女生 我说了这句话 我接下来说哪句话 我不确定 不固定 嗯 比如说我说 哎我本来想说 哎你是不是喜欢旅游 然后想要引出 我去了长白山 我去了塞亚 对吧 我马上要去和睦 对不对 嗯 但是有可能他回答的所有问题的方式 有可能不支持你在说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把妹一定要学会四季而动 要学会变化 对 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你说对 所以说呢 嗯 我们在问他你喜欢旅游 女人不喜欢旅游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不要说了 嗯 不要硬说 他的不喜欢 他不感兴趣了 他在硬聊就错了 嗯 说这个不敢去马上换 嗯 他还不敢去就马上换 切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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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一直切 学会切割 切切切切切 嗯 不要等你一首歌放完再放下一首 跟妹跟真妹聊天 一定要切得快 脑袋飞速运转 跟他们聊天 看似你很淡定 看似你抓了谈笑风生 你妈脑袋一分钟转他妈一千下 就是根据你这个问题 我我跟这些真妹 跟这些漂亮女生 我怎么跟他们聊天的 嗯 他这句话说出来 刚刚开始第一句话的时候 我大概就会知道 他接下来说什么话 嗯 然后我会反映出来 接下来说这句话 我要给出三个回复 嗯 给出三个回复 我在选中最合适的那个 我最想说的那个回复 再回复 然后我在这个回复的过程中 我已经想明白 他根据我的回复 会有几种回复 这几种回复的后续 我应该怎么回复 这个是我跟女人聊的 就是下向期 我下一步看到第二步 嗯嗯 你们是说一句 接一句 说一句 接一句 懂不懂 所以这个最大问题 就是说 你今天要跟他聊 一起去旅游 那么你提前就要想好 他喜欢我怎么说 他不喜欢怎么说 他旅行的经验很丰富 我应该怎么说 他要开始侃侃而谈 他的旅游经验怎么说 对不对 你都没有想好这些问题 你问出来这些问题 就纯粹是找死 所以我一般 去问这些问题 我都有标 每一个问题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 因为我他妈的问了100个女人 他100个女人 他给了我50种不同的他妈的答案 那么我根据50种不同答案 我又有了80种不同的回复 那么这种回复 在我过往的20年成为我的经验 嗯 所以说呢 当我说到第一句话的时候 他的这个分支走向在哪里 我全部都是走过了 你没有走过 那怎么办呢 这种女生在约20个 嗯 我一觉 平时喜不喜欢去旅游的吗 喜欢 谁不喜欢女游 对 看到没有 你问他你平时喜欢旅游吗 嗯 有些女生说 喜欢 有些女生说 不喜欢 有些女生说 还好吧 还好吧 有些人说这个想去但没有时间 对不对 他给你来个新的答案 谁不喜欢旅游 哦 有些人不喜欢旅游 看到这个答案 他妈的在我们遇到的时候 他妈是自外的 嗯 于是你要根据新的答案 你马上就要新的 新的 你马上就说 那看起来你很喜欢旅游啊 对吧 你去过哪些地方 关键是什么 关键 不是 这个时候是个条件的好机会 你说你去旅游的时候 有没有邂逅一些短暂的感情 嗯 就是问他有没有约个炮的意思 知道吧 嗯 这样我们出去旅游 一个人旅游一定死来点 这种 你马上就把你们啊 郑金威作在那里 聊聊他妈的绿色 小青星 马上变成搞黄色 嗯 一搞起黄色来 女生马上 心就开始跳动 她开始不好意思 我还是想到 哎 上次去丽江 被别人那妈狠狠 按在那个地方 愉快玩耍三个小时 她现在开始酸鸡就有反应 嗯 对不对 妈的 她现在一想到 自己感觉一看你 哎 妈的就是个男人的嘛 今天要不我们就在这里 持有间玩耍一下 嗯 这些东西你得去试 我不一定说 你非得聊这个 他就确实了 但是你不聊 你怎么知道 他有这个机会 嗯 一定要去试 谁不喜欢女人啊 对 有人不喜欢女人 还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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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能 长辈那一代可能 啊 对 对 特别是 因为跟我们隔了两代人 那确实是 不太喜欢 就喜欢 就比如在四川 啊 在四川 啊 你接着这些话 他妈的 听了都非常无聊 他长辈那帮人不喜欢女 你就说 哎 跟我们隔了两倍三倍 你那里要长辈干嘛呢 嗯 你就是无话可说 无话可接 你不知道哪些是有趣的东西 嗯 像我说的那些 你去旅行 有没有遇到刺激的事情 快要是一般是一个人旅行 还是跟男朋友旅行 还是跟闺蜜旅行 对不对 这样有趣啊 我说你去跟闺蜜旅行 有没有 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打起来 然后两个闺蜜 闹歪的情况 你说我之前遇到的人 他就这种情况 嗯 给我笑死了 嗯 多有趣啊 嗯 你给聊长辈 长辈年龄大了 不爱旅行 谁他妈想要给你聊这些 说你为什么无趣 是因为你脑子里面 你他妈的想不到有趣的点 你人就他妈的就不喜欢调情 关键最大的问题是 一来你把他妈的基础调性 给他定成了相亲调性 我相信遇到丑妹子 一般妹子的时候 你就要去调查别人 对不对 他说你的发型还可以 对不对 但是遇到这种就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就相当于你自己告诉别人 老子配不上 是不是这个问题 嗯 记住那个的话 嗯 你讲一下 你去跟我滑雪 嗯 在初级道的时候不会摔 嗯 高级道的时候摔成傻逼 现在在高级道你会不会摔了 不会摔 不会 为啥呢 因为你在高级道 你看着我在那里像初级道一样滑 你也像初级道一样滑 就不会摔了 嗯 你一来看我这么懂 我很晃 我他妈的怕 对不对 对对 你摔的原因不是说你摔 而是因为你怕 你躲 你他妈动作不协调 你双腿他妈发战 动作不能标准做出来 现在在高级道换任不是一样 没事 对啊 为什么嘛 就是因为你把高级道当成了他妈初级道 嗯对对对 你不认为他是高级道 不是 对吧 你一看到那个坡度你无所谓的 嗯 就快一点嘛 就快一点嘛 嗯 就 就也没什么道理 也不会摔死人嘛 对不对 所以说的正妹也是这样 嗯 懂了 他是高级道 你他妈滑多了就对了 对 一来肯定要摔 肯定要这样子尴尬 磕磕碰碰 说话说不清楚 很紧张 嗯 是吧 剪到这么正妹 我要干住了 正经畏作 你看你这个肢体语言 看你这个表情 一副舔口的样子 当时我看到我都想生气 然后我随所你看一下 当时我问了你个问题 你还记得不 我看完你的视频我问你 我说这个女生他妈搞定没有 你说没有 对不对 对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样子搞不定别人 他妈的 对不对嘛 对 一眼就看出来了 一眼就看出来了呀 我他妈都有经验的呀 所以我马上 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 不是说 这个女生最后怎么样 而是我就问了 你个问题 搞定没有 你说没有 不见面了 对吧 出问题了 来继续 哎 你是四川人啊 我爸就是 我爸就是 他就不喜欢人生气 每天都喜欢打麻将 哦 我是四川 对 成都人 你看了没有 你完全不会聊天 为什么 嗯 你问他是四川人 嗯 他不仅说了他是四川人 嗯 还说了他爸 喜欢打麻将 嗯 这个女人 他其实会愿意分享很多的话题 嗯 这个也是一个女生 他流鼻子出 他会聊天的 嗯 你知道不会聊天的人 像你们就是 别人问你个问题 你回答这个问题 完了 嗯 然后就死了 他是不仅回答这个问题 他还隐身你这个问题 去描述更多的东西 让他的谈话更加的丰富 你说哎 你是四川人 他说我对啊 我爸也就是典型的四川人喜欢打麻将 他是四川人 跟他爸打麻将这件事情 风马不相关 嗯 对不对 但是他可以用这样的 四川人爱打麻将这样的东西 把两件不同的事情连接到一起 为的是什么 丰富自己的谈资 你得学会丰富自己的谈资 就是两件他妈没有关系的事情 比如说红流和这个风扇 来联系一起来 锻炼能力来 红流和这个风扇 吹着风扇喝红流 就感觉好像喝冰了一样 你就是傻逼 知道吧 一点都没意思 来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我说他妈的这个红流 他对那个敬酒有没有试过 他妈跟春药一样 知道吧 上次老子喝了红流 我妈的喝敬酒 干得满头大汗 他妈空调又坏了 我炒的照怎么办 老子他妈把老子风扇他妈拿出来对着吹 这个他妈的怎么样 靠谱 又干了妹子又不突兀 对不对 但是你看我他妈一秒钟就想到这种连接了 这个是反应 这个是思维能力 这个是聊天能力 你要学会把所有的东西他妈联系起 又可以有趣还可以干妹子 你就已经成了 对不对 刚刚那个多有趣啊 红流对境就是那种训调 对吧 说干妹子干什么 大汗 女生一定啥情况 对吧 你说这就说空调坏了 变成有趣 对吧 就说把风扇拿出来吹 那妈两个吹感冒了 对吧 就变成这种 这种讲故事能力得咬 嗯 一开始就得学习 发向话题 嗯 女人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仅要回答她问题 你还要老在思索 举一反三 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东西 多跟她聊一点 把你的话题变丰富 聊天谈词变多 嗯 这样的话对话会变得更细一 就变成的不是一文一答了 就变成互相接话 互相接话不是一文一答 互相接话就不论这个问题 嗯 他是红牛 然后你看到风扇 你说我只想这种红牛 想这种特质 对吧 就开始侃汗而谈 他说他父母 他爸喜欢打麻将 嗯 你说哎呀 你们四川人怎么这么喜欢打麻将 你说你们四川人 我告诉你 我朋友都说了 四川男 四川的女 这个人有几个特质 嗯 第一个呢喜欢打麻将 对吧 第二个喜欢喝茶 嗯 第三个呢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怕耳朵 喜欢打泡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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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是不是吧 刺激 你还怕耳朵了 嗯 我们目的是他妈呢 去干妹子 不是在那里闲聊啊 啊 你说了打麻将 说了他妈喝茶 已经很无趣了 第三个你得来点吃 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对 对 刺激 刺激 嗯 刚刚我朋友都说四川的女生 是全中国 嗯 那方面去求退伍 哈哈哈 嗯 就跟他聊起来 都不就成了吗 嗯 你看你们要去做面试 你看我这样聊天 女生 你就 你不是经常问我 为什么我可以和女生一来 就聊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我就是会加这些话题 我看他反应嘛 嗯 然后他如果说哎你本身喜欢打麻将他反应不好 他反应不好 我说我朋友说我没关系 你别看我 你别看我 对吧 对吧 我学到了 学到了没有 学到了 各进各退 对 那这个才叫聊天嘛 嗯 关键是你他妈在闲聊 他妈聊个鸡巴嘛 有啥意思嘛 你对你他妈在闲聊睡觉 嗯 你跟我聊天是不是有意思嘛 对 特别有意思 对啊 那那么女生就崩溃了 是不是 来 对 我在四川待了五年 我现在都不舍得回去了 就是广州 对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对 我说 我说 其实我不是去广州玩 嗯 我是去找我 哎 我发现了好多朋友啊 家里面的人 他们都去广州那边 因为那边气候比较广州 嗯 然后就 但是东西好冷啊 嗯 所以那边比较好待吧 嗯 你真的要学习这个女人的聊天 嗯 你说到了广州过后 这个女人说 哎我发现了 好多人都去了广州那边 去以后怎么样 这个时候你可以聊三亚了 嗯 嗯 你说其实比起广州我也喜欢去三亚 嗯 你说我十月份的时候跟我一个好兄弟 去三亚 嗯 我们去韦国重大 嗯 我们去做直升北京 嗯 嗯 我们去开劳斯莱斯 嗯 你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劳斯莱斯 那个时候第一次做 嗯 就把架子又展示了 嗯 又接又接到了他的画 嗯 他不是爱聊他妈的广州吗 你就跟他聊嘛 聊南方嘛 聊天气嘛 聊去见闻嘛 你去拍照你去捋拍 我经常给很多兄弟说 他以为就是去拍了照 嗯 其实是这份经历这份见闻 因为你可以作为跟人的谈资 你那些照片每一张照片是一个故事 出来就是他妈跟女人讲的 嗯 但是傻屌嘛 他妈去捋拍 永远是拍照片 嗯 对吧 上次跟我们去那个可口吐海 嗯 不去滑雪 哪都不去 他妈的一张照片 轮描散 嗯 但是你看你跟我们去滑雪 去高级的 到幻润去 他妈的可口吐海 他妈的那个黑道上面看小狐狸 去中间喝咖啡 对吧 这些这些经历非常丰富 那女孩子就觉得有趣 嗯 说呢 包括屏幕面很多兄弟 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旅拍啊 我们 山亚 啊我们是夏天冲浪 冬天滑雪 你们来参加我们 参加我们的 又高端 但是却又超级便宜的 这样的旅拍活动 重要的不是那几张照片 而是那份经历 那边我跟你说 那边不能吃火锅 不能吃火锅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了火锅 你会 累得冒泡 要长痘痘 啊 要长痘痘 你看你开了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好尬啊 来暂停一下 我知道为什么女人他妈不跟你见面了 啊 你看到这个玩笑太他妈的尬了 啊 飞酒里的她说什么吧 什么 她说在这个 呃 南方不能吃火锅 女生说为什么呢 她说因为你吃了火锅 会美得冒泡 哈哈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女的他妈的 已经在那里愣住了 傻呀 你怎么就开始他妈讲这种他妈的土味青蛙 土味段子了 然后她补了一句 她说你会长痘 哦 你想嘎不嘎 啊 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嘎吗 是因为你的审美 你的这个城市逻辑 嗯 就没到那个 就没到内部 面对丑妹子来说 你说这些东西 他就哇 你说话好有意思 正妹很嘎啊 你妈啥情况 没得冒泡 啥意思 嗯 对不对 以后我告诉你 嗯 别这样子瞎开这样 嗯 别只自己创作一些这些东西 嗯嗯 就就是论事聊天 别想着在这里搞一些花里胡哨 吸引别人注意 这叫什么 滑重取丑 嗯 你知道小丑吗 小丑你看到他很想笑 但是永远你不会喜欢小丑 嗯 我们要让女人是发自内心的欣赏我们 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开心有趣 而发自内心的快乐 而不是像个小丑一样去搞段子 说那些傻句话 引起女人的注意 嗯 懂不懂 嗯 记住一点不要再搞这些东西了 美的冒泡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吃火锅吗 因为你会美的冒泡 你会长痘 噠噠噠噠 这些别来了 对对对 要是你会怎么说 我会怎么说 我下根不会说什么 我怎么说的你不是听到吗 嗯 我说我去广州 哎反正我觉得比起广州我更喜欢三亚 对不对 去妈的冲浪 哎你喜欢冲浪吗 嗯 我说我看你那个身材你去冲浪 嗯 对吧 嗯 我说这个冲浪你都等不动起来 嗯 不好 影响不好 好是吧 太大了 嗯 我冲浪的 一般那是属于小兄女孩 嗯 大兄女孩别冲浪 重行不完 一直往前倾上 哈哈哈哈 我会讲这些呀 那是谁要那那美的冒泡吃火锅要冒泡呀 懂了 懂不懂 懂了 不是是这样的 你也你也看到过那个聊天 我看到过 对吧 所以说呢你就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聊呢 你得学习嘛 嗯 对不对 对 不能在这里瞎搞跟他聊什么震惊东西 嗯 你聊震惊东西 你就他妈找一份工作去当个秘书 跟人家跟老板汇报就聊这件事情 你选择在我们公司来 选择了跟郑妹在一起 天天聊天玩耍 嗯 你在那里什么的搞什么的这些干嘛呢 嗯 对不对你晚上每天喝酒喝到凌晨五眼中 你聊天就是他妈吃火锅 这个不是跟自己犯冲的吗生活 嗯 你的生活是每一个月就要去趟山亚 嗯 去趟滑雪 嗯 要么就是跟我一起他妈室内冲浪 对吧 每天晚上在成都就是他妈去玩 大干跟不同全国各地的兄弟们在一起 嗯 你这个是吸引他的核心 嗯 是你弯道超车的核心 嗯 你又长得不帅 一个月现在公司给你发三千块钱 穷逼一个 嗯 你你你让这种正妹喜欢你 嗯 只有一个办法 有趣 有趣 你过的这种生活 是那些一年赚一百万 一千万的人过不了的生活 嗯 你坐在前面跟他侃侃而谈 是一些帅逼永远不敢做的事情 你聊天天在那调侃他 他越帅逼说出来只是正人君子的话 嗯 他没有挑战 没有刺激 没有走钢丝 永远是康庄大道 女人不喜欢 嗯 你得搞这些东西 嗯 但是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失败 他会他妈的被女人拒绝 他会危险 但是呢 要想要吸引女神必须冒风险 嗯 风浪越大 越大 哦 知道吧 对 这个风险越高收益越大 好不好 嗯 你不要在那里跟我来他妈的搞这些平步秩序了 继续来说你 要喝凉茶 我喝凉茶 我去那边去了几天 我就喝了几天凉茶 我印象中的凉茶 我以为是凉的茶 冷的茶 结果啊 中药 中药 对 但是中药的 但很有用 还是蛮烦的很养生 很苦啊 我觉得养生的东西我会很适合 嗯 那你听 真的听 听就是爱惜这一个嘛 你看这个女的真的是太他妈会聊天了 她可以说凉茶 嗯 她说我以为凉茶就是凉的茶 嗯 结果呢是中药 嗯 就很有意思啊 这女人聊天就很有意思 嗯 她对事物有自己的观察 有自己的理解 有自己的认知 她把这些理解认知 总结成自己的谈资 嗯 总结成跟别人聊天的这个东西 就会让她觉得 你会觉得这女人精力很多 嗯 凉茶也喝过 广州也去过 对吧 中药还知道中药 你说其实凉茶喝多了也不好 嗯 啊 她会心冷淡 哈哈哈 对不对 又来了嘛 哈哈哈 一直聊这个 会不会反感 不是 我意思是说 你不是说 我没有让你一直聊这个 嗯 我意思说 你可以随时可以聊到这个 嗯 就是你得掌握这个能力 嗯 但是呢 我们需要是 你掌握这个能力过后 还要判断出来 在什么样的时候 说这句话 嗯 懂了吧 嗯 就是你要有这种 朝这方面延伸的能力 但是我不是让你他妈每个地方 往这儿延伸 嗯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去滑雪 嗯 对吧 你要有转弯的能力 嗯 换刃的能力 我不是让你他妈在程度闹上 你一直他妈这样子换刃 嗯 对不对 我们滑一会再换一下 嗯 滑一会换一下对不对 你你会换刃的 你就一直秀自己换刃 他妈的 那就是他妈摔倒了嘛 嗯 一样的道理 嗯 懂不懂 正常滑雪 嗯 换刃是你要告诉他 我他妈有这种能力 我偶尔来一个句 嗯 我只是用每一句话 来给你做示范 就说我具备每一句话都换刃的能力 嗯 我每一句话 我红牛也可以聊到那个 我这儿 喝凉茶也可以聊到这个 嗯 我吃火锅也可以聊到这个 我任何件事情 我想聊他妈的这个东西就聊到这个 哦 所以说呢我聊天会 覆盖我们全面 我是这样的 你需要一个射门能力 在于你在任何一个角度的射门 都是这个意思 懂不懂 而不是让你他妈不分情况 你妈前面一堆人抢你 他妈使劲往里面射 也不对 嗯 你得具备射门的能力 然后 你还要学会识别时机 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不聊 但是我一看你的样子 你现在可以了 我马上就开始聊了 嗯 对不对 而不是等着我得他妈的 准备好了 我得有这个话题才能转移 不是 说到任何个风扇化妆包 这些他妈的摄像机 我全部跟你聊这个东西 嗯 我得有这个能力 随时射门的人 只要女生他一出现窗口 他我发现他妈的空门大开 我直接就要把脚射门了呀 我不会在这里盘待 嗯 盘待球不会丢 你只要不出脚 永远不存在他妈射 射不进 射偏 但是永远也进不了球 你这一脚开出去 可能你没有射到门 或者说被守门员没收了 没关系 我们再运球再射 对 但是你的问题是你不射门 哦 你不射门就永远不会进球 嗯 但是 面对丑妹子 你他妈后半场就开始射门 因为你觉得他妈的他防守的力太差了 你他妈的现在你跟他带来单刀富贵了 你都不敢射门 这是问题所在 看到没有 看到了懂了 懂了吧 丑妹子他妈呢 你隔着他妈 你这么大脚开脚 你他妈 球门你就开始往他那里射了 我要一视同仁 对 从今天开始就一视同仁了 一视同仁 我教你怎么样一视同仁 你去搭讪的时候全搭这种质量的 以后出来的永远只有这质量 不就一视同仁了吗 对 你别搞丑妹子 别搞简单的 别搞那种重的 全是这种你就知道了 我们就这样成长起来 你要作为导师你就永远是这种 就一视同仁了 去了就这样搞 别想过他多漂亮 他代表还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干嘛 有需求 要找男人 对 对不对吗 你饿了吃不泡面嘛 你一样吃泡面 泡面三块五你也吃 但是饿了老子必须得吃泡面 你就泡面男孩 懂了吧 他饿了得吃你 现在你的问题是 你是个泡面男孩 你得去找到饿的女人 懂不懂 那怎么找呢 你不可能一来就知道 对吧 认识二十个总有饿的 出来就展示泡面男孩这一套 爱吃吃个快餐 我们就吃个快餐 反正你也不谈恋爱 对不对 这种女人你也养不活 人家十八岁出来 在这里当模特 自己一天赚一千块钱 你他妈的一个月才赚三千块钱 这种女人你又养不活 对不对 嗯 你别回信息了妈 我们在拍节目 我知道知道 对吧 明白了哈 就是出来都认识正妹 就干主要是 喝个哈啡五十多块钱 先按照浪哥那样子 是这样子 你再高级到摔两次过后 你发现他妈的患症是没问题的 你跟这些正妹聊这些天 她们也在嘻嘻笑 觉得好不容易 嗯 把正妹当成丑的是高好孩要 嗯 好不好 吃麻辣烫就在忙 吃麻辣蹲在地上吃 嗯 我经常我开之前开法拉利 在妹子里面 我妈咖善日料 妈吃鸡巴日料 过来妈的路边八块钱排骨面 要最多给你加份排骨 对不对 嗯 没关系 泡菜随便多下一个 OK了 吃完了就要去酒店干你 嗯 对吧 妈的还吃啥 我妈咖善日料 那个排骨那个日料 排骨面可以了 来继续 我也是在这边第一次来喝茶 第一次来来喝茶 对 对 一般的话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喝的 你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很喜欢对对对 你别对呀 你女人说什么 你说啊对啊对 这就很不受女生喜欢的 那我应该怎么表达 你不应该去认动她 哦 你看我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又没有对对对了 没有 对呀 嗯 是不是嘛 嗯 所以说呢 你这个 比如说我说我们要去和睦玩 或者怎么样 我们去描述 然后呢你说哎你也去和睦 我说卧槽这个这个挺好的 我不会说对对对对对 对啊 女生说哎这个良茶啊 结果是中药 你说啊你就说 对对对是中药 对吧 她说良茶是中药 我说 我说是啊 喝多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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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心冷淡 会心冷淡 我不会去就是这样的 你以后你不要把这个对对对 成为口头禅放在嘴里 不要去认同别人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不 我们不要通过表明我们的认同 来让别人认同我们 嗯 就很多时候一些屌尸 一些社会低层的层次不高的人 他必须要 就是可能你当兵也当久了 就是必须要用服从命令 来证明自己靠谱 明白吧 有一些人跟人的相处就是 我要我需要通过认同 不同的认同你 来向你表述 我这个人对你来说的价值 所以说呢 我们价值观得改一下 我们得靠自己提供价值 来获取别人的价值 而不是要靠去认同别人 来收到别人的关注 你现在太喜欢认同别人了 对对对别对对对了 好吧 嗯 来继续 这传媒有什么有拍节目啊 什么很多种 就是剪辑视频啊 很多很多的 那你出去玩啊 然后拍摄是公司 对对对 报销 对 那挺好 对啊 所以我们公司特别好 我们老板特别好 还见人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要是去公司上班的话 他们都没心事工作了 都男生吗 啊 女生 女生可能比较少吧 有两个 全文文字我觉得应该女生比较好 嗯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对 比较特殊 女生好像就只有两个 对 你要是去上班的话 他们整天这样 哪怕打着字 都往这边看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毕竟你气质把在那里的嘛 太夸张了 嗯 你这个纯粹是在当田狗啊 这个女孩子 她来我们公司上班 嗯 你跟她说的是 来了过后 这些人天天会看着你 说到我们公司的人 没见过女人一样 嗯 嗯 对不对 嗯 你说天天工作还要看着她 这不是又在给她贴金吗 嗯 不是是这样子的 我们公司的 无论是销售 还是这些摄影师 嗯 还是外面的这些导师 嗯 哪一个缺你呢 他来我们公司上班 我们会吗 我们会他妈看的 他这样子跳键盘吗 嗯 你这个在那里太他妈的瞎搞 嗯 嗯 这个时候你 他说来公司上班 你会很欢迎 但是我们公司的帅哥很多 嗯 我怕你他妈挑花了一点 嗯 今天跟这个小哥谈恋爱 明天跟另外一位谈恋爱 你说我把你带过去 我我跟谁谈恋爱 对吧 要聊这些啊 对 而不是说我们没见过女人 你她妈来了过后 你就是她妈的白雪公主 你知道 你共产她妈的女娃 嗯 你不是这个宣传的这样 你看你聊天不是内容 变这样子了吗 嗯 我时刻会在意 我跟人聊天的时候 我时刻会在意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不能给她 哄抬她的物价 嗯 她来到我们公司 虽然说我们公司的 女的 没有 只有两个 但是呢 你应该说我们公司算的太多了 算了 你去我们公司 你每天没时间上班的 嗯 天天都是这个 在这里 找这个谈恋爱 找大哥谈恋 对 对 然后这个话锋一转 你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嗯 对不对 我们公司帅的多的很 什么类型都有 嗯 粗的长的 软的 对啊 这又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选的不了这个 对吧 什么类型也有 有那种 高的 有长的帅的 对 有这个 有钱的 也有 嗯 对吧 有趣的 嗯 天天在外面玩的 都有 嗯 你说哎 你那个 那个 媒体公司怎么样 你说 是不是小姐也特别多呀 嗯 要么我去你公司上班 你要公司上班 正好我们都好解决自己 但是问题 对吧 你这么聊天 跟他看看 嗯 你还是觉得 靠谱 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嗯 你跟他的这个聊天 就完全是去甜 完全是去认同 完全是不接话 这个 不 不加入自己的 你要展示自己 你的聊天 我觉得你能聊得点 你得描述有趣的生活 你得描述你每天的经历 多么的精彩 对不对 这些东西你要包装一下 说出来 展示自己的价值 同时让他也了解你 这个是以后 你跟正妹聊天的时候 你得需要做的东西 好吧 嗯 今天就来到这里 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或者解决更多的情感问题 可以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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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